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们 大家平安吉祥 前几天吴宇宙跟几个人谈起 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 星云大师 大师在我们初入佛门 初学的时候 给我们很多的点播 很多的提息教导 非常多的 可以讲就是影响了我们这一生的 这位老师 我为什么会想到说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师点播我们的一些小故事 因为我看 这段时间 大家在家里头 有些人说闷得发慌 我都觉得忙得不可开交 就是好多事情要做 其实计划里头 原本要进行的 原定的一些进度 有的都还来不及展开 怎么会有人闲得发慌呢 我想就是你还是对于自己的 怎么讲 这个人生它要有一些内涵 有一些需要去提升的 这一部分 你还没有找到这个重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国家政府 真的是也很好 在这段时间很鼓励我们 在为自己处职 就是你去学习 网上的这种学习 过去的课程 学习一门课程 我看了 我还真给他看了一下 要一两千块钱 现在都免费 那也鼓励不管小朋友 年轻人 大人 长者等等 大家只要学习 就是为自己在做准备 因为到疫情过后 你不要到那个时候 才说怎么现在要找工作 或者是说要做什么事情 怎么需求的跟以前不一样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为将来 就是事先就处职 帮自己争执 把它做好准备 那我现在就要分享了 就是说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 自己什么都很具足 都很足够了 我讲的是我个人 我出入山门 跟着大师出家 那一年是22岁 因为在家里一向 什么都很顺 父母 师长都特别善待我 对我很好 所以无形中大概 自己也就自以为 我一定都是很标准的 一定都是正确的 就合理的 最好的 一直都有这个信心 读了佛学院 当时因为跟一位老师的理念 不合吧 但碍于他是老师 我也有我学生的规矩 我懂规矩 懂礼貌 但我其实不欣赏这位老师 那是从我的角度去看 那到了 我读佛学院 第一年就一年级结束了 那生二年级那个暑假 那这位老师就找我去 说学院呢 就是佛教学院 要我在第二年 生二年级开始 就兼任 就实习老师 我竟然当时的我 就跟这个老师讲 说我死都不会进你的办公室 给我一定很难想象 这是我会说的话吗 对 二十二岁的我 就是说这种话的人 就是那种是非分明 饥饿如丑 自以为很有正义感等等 那之后学部主任来跟我谈 学部主任是哪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一空法师 空师父 我的老师 他跟我讲 他说师父要你承担 那我跟他讲 我说我不会进那个办公室 他实在没办法 然后就有一次法务实习 那在这个实习之间 师父上了台北 我在台北实习 师父上台北普门市 找我去讲话 就说 听说你对你的老师 很不以为然 怎么回事你可以说说 我就好像如属 不是家珍 如属十大罪状 劈地啪啦就讲了 半个多小时 我讲一讲 一一说 哪一件事情他应该如何 他没有如何 他不应该如何 他又如何 那总之我讲完了 停了一下 师父就说 据我所知 不止这一些 你还可以再讲 我当时又 对啊 我又在 勉强拼凑了两三件事情 我不以为然的 讲完之后 我又停下来 师父就说 没关系 等你以后想到了 你可以再来找我讲 我也觉得 对这样 我很有机会 跟师父告状 但师父就 后面那一段话 影响我这一生成为 怎样的一个出家人的一段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师父说 永固啊 你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间呢 其实是一个 一半一半的世间 白天一半 晚上一半 男的一半 女的一半 美好的一半 丑陋的一半 善的一半 恶的一半 如法一半 不如法一半 师父就一口气 光明一半 黑暗一半 这些 就一口气讲了 二十几个 都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听了 只有点头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 那师父接着 就结论就是 你呢 你因为只能接受 光明的 美好的 善良的 如法的 正确的 你喜欢的 你能接受 你只能这样子 所以你拥有的是 只有一半的世界 你不是追求完美吗 但你拥有的 却是只有一半 一半 是残缺不全 我当时听了 就很着急 师父就说 我只能简短地说了 那师父就讲说 你不要急 不要慌 你只要 学我一点 你就可以拥有 你就可以成就 你就可以拥有美好的世界 师父说 你知道哪一点吗 我当时本来很自满 很自以为是 很自信的一个人 但听师父一讲 我哪里是什么完美的 原来是残缺的 我突然就讲不出话来了 我说我不知道哪一点 师父的每一点 我都要学 师父说不必 你只要学我一点 然后接着就用手在空中 就写了一个字 我说我看不出来 前师父开示 师父就说大 心量要大 你只要学我的包容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时间 把那个黑暗的丑陋的 你不喜欢的不能接受 这一些 你都把它包容进来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时间 我在今天分享这个故事 当然我说明一下 我在那之后 我有半年 说不出话 一要开口就觉得自己很浅显 很笔漏 自己什么都不是 那个在佛宣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禁语的状态 很深刻的 一直一直在自我修正 所以我说 之后 如同师父说 你毕业之后 你会不断不断 经历不同的人事物 我们掉派的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这样 所以我说这句话 就陪伴着我这一生 这一辈子 作为这样一个出家人 一直有这个 心量要大 这一句话陪伴着我 所以我想 其实陪伴着我们的 在这人生的旅途上 有许多的良师 异友 有许多的好因好缘 即便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你都可以善用因缘 自我提升 但看你决定你的老师 你是要看一本书 你是要学习一部经典 或者你学习打坐 或者你学习背诵经典 或者你抄经 或者你去学习一门记忆 这些种种 你都可以善用这段因缘 好好的来提升自己 那么总是花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实在是不忍心听到 再有人跟我讲 闲得发慌 其实你可以不用发慌 你只要发心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好吗 为自己争执 让自己更加的提升进步 祝福大家 我未到过 有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